讓我來介紹一些 就是剛才 妳沒有介紹口紅 對 現在這個東西 我覺得它有國寶級的潛力 而且所有的女生看到它 時尚的人看到它 都會愛不釋手 大理石護唇膏 這大理石護唇膏 而且它是粉色的 好白的 裡面也是大理石護膏 好厲害 這到底什麼時候開始賣 好親切 這到底哪裡買的 老師 開始了 哪裡買 這個是百貨 百貨專櫃 它有不一樣的顏色 護唇膏有不一樣的顏色 對 它的護唇膏有 為什麼 它有一點點潤色 它是護唇膏 但是它有潤色的效果 老師 那就要卸妝嗎 要吧 它有顏色就要卸吧 還是要 就好像妳上素顏霜 也是要卸妝 所以它不能睡前擦吧 不行 妳幹嘛睡前 睡前要擦護唇膏 可是不要擦有顏色 不要擦有顏色的 除非妳是剛認識的男朋友 對 剛認識的男朋友 就是戴妝碎 對 戴妝碎 戴妝碎 對 這是最近 這是最近在IG上面很火的 大理石護唇膏 好紅白 對 然後它同系列 也出了一個唇蜜 大理石地鑽碎 大理石地鑽碎 它的這個唇蜜也很漂亮 好難做的感覺 對 今年非常流行這種 潤色護唇膏變色唇蜜 然後再來就是 那妳要介紹老闆娘的是 這個 開架的 當然就是要開架的對不對 這個是這陣子 也是在IG上面很多人都有 介紹 來自 這個也是一個法國的開架品牌 他們都暱稱它叫小鋼筆 然後打開來看它的 裡面的這個刷頭是一個 很大很大的愛心花瓣 在前面 那邊 要長得 在座上 你在座下 你 拿下 …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